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在79年专科毕业后 就进入医院当临床护理工作人员 其中我用过了内科江户病房 综合科病房 江户病房也支援过急诊 我是在91年的时候接触护理资讯 当时我是在江户病房工作 我们江户病房有90多位护理人员 当化班本身就是一项很大的学问 我们是在年底的时候 同一支抽隔年一准年的班 同仁会把他们互换的过程写在海报上 我是被分配到去计算 白小大的人数对不对 当时看到了海报 简直只有傻眼两个字 中间只有复杂加零期 后来我决定用资讯来解读这个问题 当时我就告诉我的副理长 也就是现在的张立颖副主任 把我的想法跟她说 她只是淡淡的说一句 那就去做吧 就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排班系统架构起来 中间她也给了我很多的意见 现在我们不与同仁都可以在电脑上面去预约班 系统也会及时的告诉她她的预约的理由 然后EA的次数 还有加入休假的次数 护理人也可以在 护理长也可以在电脑上面 公平的排班 中间我也有去进修资讯相关的课程 也取得医学资讯 硕士学位 也参与了不少的系统开发 包括我们的鼻子监测系统 收发 脚搬系统 还有伤口 伤口监测系统 以及 执政管理系统等等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张丽领副主任 是她带领着我进入 护理资讯这个领域里面 也是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长官 是她让我的城市马不再很冰冰的在那里 是赋予她一个有价值的生命 可以帮助病人 护理人员去解决问题 尤其是在我很累的时候 看着我的作品 那种疲惫是真的会以少而空 在这里 我想要鼓励隐藏的护理人员 若你对资讯真的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